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难舍两一诺 平静春秋冥山恶 欲过看花红 半生远 风吹起 一时起算无期 落定了尘埃 红颜还在 相约了花旗 结伴起 半生远 风吹起 一时起 算无期 落定了尘埃 红颜还在 相约了花旗 结伴 而行 空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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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95 你还真是一半人 一半鬼呀 那么高一个悬崖都没把你给摔死 阎王爷不收我 他让我给你带句话 做恶事 不得好死 你知不知道 我随时可以一枪把你给打死 我知道你要枪 你刚才为啥不打死我呢 没摔死你还敢回来 惦记这份家产了吧 现在你儿子是大少爷了 回来享清福来了 我得回来看着你 你看着我 我得看着你 看着你不让你再害人 你也配啊 我 我当然配 你勾结日本人挖坟绝末 刚才要不是你爹走得急 我一定告诉他 对啊 这个家要是没有我了 就没有人跟你儿子争家业了是吧 随便你怎么想吧 念在你小时候是个好孩子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 可是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做坏事 五娘 五娘 我再也不敢了 我瞒你说的那些事都是我丈夫让我干的 现在我丈夫他已经死了 我自由了 五娘 我愿意好好做人 我愿意改邪归正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五娘 我求求你了 五娘 五娘 庞严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刚才没有在我爸面前揭穿我 如果你在我父亲面前揭穿我的话 现在我早就死了 五娘 庞严再也不敢了 五娘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五娘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也不敢了 五娘 我求求你了 你再给庞严一次机会吧 大愿你说的都是真的 老瞎子 老瞎子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来心死 真是个冤家 你一来 我还真不敢死呢 我要是死了在大厦跟你 咱们可不就亏了吗 我听冯先生说 骰子和牛蛋都跟你在一起 对 我们成立了一个老虎山大队 打死了不少鬼子 我老瞎子也有分 牛蛋这孩子 真是出息 比涮子强多了 你说这才进了赵家几天呢 就倒了小 还给我闺女改了个名字 什么金枝玉叶 这个小兔崽子 这个小兔崽子 我要早知道他这样 可是既然已经回了家 以前的事情就忘了吧 柳先生是客人 男女瘦瘦不轻 你当奶奶的 不好往人家屋里跑 走吧 老太太还等着你说话呢 好的 大姐 柳先生 有什么事 尽管跟大奶奶说 你是老太太 和赵司令的救命恩人 这家人不会亏待你的 好好歇着啊 那李华神啊 你小心着点 走了啊 李卓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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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给他安排住哪儿啊 奶奶 娘的屋 我不是一直住是吗 我给娘躺 问你了吗 那房子我孙子住惯了 就让他接着住吧 那是 家里院子多了 让他们收拾出一套来 可别 他要是稀恨这大院子 好房子 他能往外跑吗 我琢磨着呀 他是非要过苦日子 才离开咱们家的 那就顺着他的心意得了 柴房挺好 给他织张床 奶奶 娘 您真是火眼金睛 说到我心眼里去 柴房挺好 床我可以自己织 谢谢娘 李大云 你听见没有 人家可是有备而回呀 你想难为他挤得他 还不容易呢 我可告诉你 你要想走 随时 我孙子 这个是我们赵家唯一的一条根 指定 带不走的 那是 我也不走 他是您的孙子 也是我的儿子 当娘的嘛 儿子在哪儿 儿子在哪儿 我在哪儿 你应该是 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侦察女士 我刚刚得到消息 赵元庚 已经揪出了他身边的奸细 他的女婿景三 就是这个景三 泄露了作战部署 导致梁市长遇害 我同意你回赵家 作为老朋友 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赵元庚和孤家 尤其是对他娘 赵元庚的孝天下皆知 只有保证了赵家的安定 赵元庚才能够安心抗日 今天的赵元庚是太重要了 在我们这个地区 对日寇的战斗中 他是最关键的一个人物 你是赵家的吴奶奶 赵家大少爷的亲娘 你有能力稳住这个家 不让赵元庚后面欺货 李华婶 我知道你和赵元庚 和那个家之间有仇恨 可现在是苦难等逃 希望你能 我能 只能为大鬼子出把力 也算对得起梁废虎 梁市长 李华士 谢谢你 我得谢谢你 要不是李卫 我那傻儿子扭蛋 我那傻儿子扭蛋 早就死了 给老太太请啊 老太太您找我有事啊 黄婆子 你可是家里的老人了 那是 我都吃了您三十多年的饭了 我信得过你 交给你个差事 老太太 老太太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老太太 拿着把刀干啥 我杀鸡 杀鸡 杀鸡用得着这么大的一把刀啊 来杀人吧 来杀人吧 是不是来杀我 我 我什么我 跟我来 我奶奶 是老太太 每天让我上厂房来看一遍 她是怕泥子在挖地洞 把这大上去给带走 真没让你来杀我 没有真的没有 那你拿这个刀干什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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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奶奶 我胆小您是知道的 我一想要见到您呢 我就害怕 你怕什么 怕我告诉老太太 你以前帮我做过事 怕她杀了你 哎呦 吴奶奶您千万饶命 您可千万别把我给卖出去 我可没少帮您哪 那以后呢 吴奶奶您吩咐 但是您可千万别在挖地洞 把大少爷带走了 要是那个 这样的话 这老太太非得弄死我 你放心 我不走 来 坐下 以后在这家里啊 少不了有事 要你帮忙呢 老婆子 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哎 你们几个儿年轻不认识啊 这可是咱家的吴奶奶 大少爷的娘 哎 这是老太太让我带着吴奶奶 去见大少爷 知道吧 哦 吴奶奶 走 好 哎 咱们看看那里面俩聊着 我门够候着 好 娘 拴子呢 拴子初 出去了娘 说她小老婆屋了 今儿个没有 今儿个是从后窗户出去的 后窗户 嗯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 窗户全被顶死了 后来拴子想法子 就把后窗户给撬开了 去哪儿了呢 嗯 不知道 她是跟一个人走的 谁啊 拴子官那个人叫表叔 去哪儿了 你不是说 我去哪儿吧 你不叫他 你不叫去哪儿了 你不叫你 你要去哪儿了 你不叫那儿 那个四奶奶就是牛蛋的亲娘 她是你娘 瞎说什么呢 我管她叫秋香大姨 我娘她回来了 回来的不一定是你娘 在这个屋子里 同间生下孽障的那这儿是你娘 那个孽障 那这儿就是你 你胡说 我娘 你娘就一定能说清楚 你是她儿子了 你娘在生孩子的时候 昏迷了十几天 两个孩子任由秋香说 那个是她生的 那个是你娘生的 我告诉你 那个和秋香通奸的人 我认识 你长得很像他 十年前 在老虎山中义堂里 秋香说过的话 我到今天还记得 他就是个疯婆子 你怎么能听他胡说八道呢 我可以听 也可以不听 我可以随时把我听到的话 告诉赵元庚 你真是干什么呀 你明知道他胡说八道吗 因为你不听话 我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答应我进了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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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我都放在心里呢 你让我找那个枕头 我天天找 可我不知道 他长什么样 这不是借口 我看 就 就这么个玩意儿 就这么个玩意儿 上点心 要不然我随时可以把你这个大少爷 变成那个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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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五奶奶回家了 您知道吗 听说了 怎么 你又给他当上送信的了 看您说的 就让你住这儿了 太不像话了 这儿挺好 二十年前 就在这间柴房里 我拿着把剪刀 把你吓得劈滚尿流 是啊 那天 你离我很近 到现在为止 我还记着你身上的味道 恶心 嫌我恶心 我以为你让王婆子叫我来 想跟我重温旧梦呢 我听说 那个柳天刺瞎了 而且被你给带来了 怎么 你想在老太太 眼皮子底下偷人 气死他 我没你那么坏 听着 不许打孙子的主意 孙子这孩子 命是真好 碰上了我 一步登天当上的大少爷 要不是碰上了你 他也学不了坏 学坏 他那妾可不是我教的 我张继安至今未娶 教不了他这个 回来干嘛 想接孙子走 别动这个念想 我看出来了 我把孙子大少爷 当得挺舒服 不会跟你走的 小时候 我叫你姐姐 你当我奶奶的时候 为了你 我差点掉脑袋 这些年 为了找你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现在想想 我这一辈子 好像都在围着你转 我可真倒霉呀 该说倒霉的是我 还记得 赵元庚是怎么看上你的吗 在法场上 他要看你爹的脑袋 我最近才弄清楚一件事 跟你有关系 想不想听听 不反对 那我就给你讲讲 还记得 你和你爹 带着九条龙 去挖的那个古墓吗 我爹 就为了骗一头牛 带他们去的那个地儿 根本也没什么疙瘩 不 你知道为什么赵燕燃 让你带着他们 四处去找古墓吗 是因为江湖上有一个传说 没有不着边的传说 告诉你 他们要找的鸳鸯枕 二十年前就被刨出来了 就在你给他们指的那个地方 你可真能够胡说 我没有胡说 你看 这就是鸳鸯枕 我也是最近才能清楚 当年我和萧瑟 把你们抓走以后 赵燕燃就封了那个地方 挖了一个月 挖出了鸳鸯枕 恨吧 他们干什么都行 你爹为了一头牛 差点掉脑袋 还搭上了你这一辈子 你可我胡说八道真心 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 你恨赵燕燃 恨老赵家每一个人 他们老赵家想把这件宝贝 当成他们的传家宝 一辈一辈地传下去 你不生气吗 这可是你探出来的宝贝 告诉我 你是不是真的有那种 特殊的本事 我打赌 那件宝贝就在这府上 帮我找着它 卖了钱 咱俩一人一半 特殊的本事 我怎么会有那特殊的本事 我就是个有眼无珠的女人 从小就没看出来你是只狼 还为了奔奔米汤 把你给叫我 我真好回死你 我告诉你 你想的事准成不了 我就不信你 我爹随便指着这个地方 就能跑出个宝贝城 来 笑话 我爹随便指着这个地方 我爹随便指着这儿 你柳大叔还有凤儿 我们一家四口一起走 我不走 为啥 我是这儿的大少爷 那好吃好喝的不说 这儿的以后 每一块砖每一片瓦 都是我的 我凭啥走啊 你 娘 娘娘娘 我是不能走 你想想 咱这一走 又得过以前那种日子 东躲西藏 没吃没喝 凤儿还有几个月就生了 我不能让她受苦 你少拿凤儿说事 你不让凤儿吃苦 你娶小老婆 她心里有多苦 你知道吗 那是她小心眼 你说 男子汉大丈夫 讨几个小老婆怕什么 你还要讨几个老婆 我爹就讨了六个 你打我我也不走 要走你走 你回来之前 我可过得挺好 你说哪有你这样当娘的啊 这天底下哪个当娘的 不想让自己儿子 过得好一点啊 我以前过她啥日子 现在啥日子 娘 你别老光顾资格 您替儿子想想好不好 好 你不走 我也不走 我倒要看看 你在这儿当大少爷 能老什么好 我告诉你 那个叫张继安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要是跟你说了什么 什么都别听 放心吧娘 他不是我对手 走 快 走 娘 给您请安了 快起来吧 弄得跟唱戏似的 心里不定怎么恨我呢 还真没有 您也知道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 苦日子过惯了 住在柴房里挺好的 是吗 那就接着住吧 不用天天过来给我请安 那可不行 这是当儿媳妇的本分 我得天天来 来就来吧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花样 您放心吧 我什么花样都没有 我一定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不会打什么主意 把栓子带走 您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我能做到的 尽心去做 好 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太柳叔 母奶奶 母奶奶 他柳叔 住得还习惯不 不习惯 好吃好喝的 受用不起啊 那也得受着 咋 我们不走了 你好好地在这住着 多想起天福 该吃吃该喝喝 好好的啊 我走了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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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曾经跟随过我爹 我三叔 我五叔的 都是我的长辈 却相信我这么一个傻小子 来当你们的大队长 今天没算你好 让小鬼子围在这儿吧 可是好歹这个地方好 有我爹在天上看着咱们的 还有最后一个是我 咱们也是几个一块上路 黄泉路上我给你们看得到 要是要是有队长达 要是有队云小鬼敢折磨咱们 让他们先折磨我 牛仔 你别说了 我们都听你的 大伙儿聚近点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 我还有最后一期吗 要是下辈子 我还能一招下琴 我要娶她 我要娶她 上路啦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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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跟你分析的这次行动很危险 你就是不听 你要不是冯政伟果断决定 你就完蛋了 知道吗 你知道他还来送死 老冯 光靠成英雄 能把晓晓认为大叔中国吗 雅清同志 注意态度 气死我了 不要娶你 你说什么 我想娶你当老婆 你多了什么呀 大点声 我想娶你当老婆 冯政伟 我要娶她当老婆 请您别准 二传五 老冯 那牛蛋可是我亲吃的 这郑婚人你得让我当 好 我让给你 不行 咱俩得一块当 我这男的 你这女的 咱俩搁亲家 亲家 这个说法好 这怎么论的呢 啊 啊 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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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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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呢 打算让黄尚伟人的衣裳了 你是不是娶了雅晴 连人家活也给入了 不是啊 我可不是因为娶雅晴 我才要入伙了 是因为这几个月 我看明白了 你们这伙人想干啥 不叫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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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媳妇说了啊 那不叫入伙 叫加入 黄尚伟 我想让我们老虎山大队 加入八路军 请您批准 好 我批准 好 好 明日 大日本帝国 我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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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用忍了 李戴云 天理化 我再也不用在你面前 装下去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呢 明天 对 对 明天 明天 如果明天 你还得不到 约阳枕的话 你不但得不到钱 等大日本帝国的军队进城之后 连你的命 我也保不了了 这日本人来的真是时候 全都乱到一块儿堆喽 你们家最近有喜事儿 你不知道吗 什么喜事儿 山子的媳妇要生了 芭城就在今天 来 往事一场梦 梦醒求证诺 有些暗涌在心头 你看不懂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合 不再如铁 爱总会留一遍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情回忆已不舍 我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合 不再如铁 不再如铁 保全身 谢谢观看